2002年3月5号 河北省苍州日报上啊 刊登了一则寻人启示 大伙都知道啊 倒回去个二三十年 寻人启示最管用的 那就是在报纸上登 那么这寻人启示写的什么呢 说王淑梅女53岁 身高一米五九 圆放脸短头发 因为和家人生气 于正月十四阔湖 2月25号早晨 从沧州市走失 走的时候 身穿紫红色棉大衣 黑格子裤子 黑色的皮鞋 有见到的或者知情者 请与某某联系 帮助找到者 必有重谢 那么刊登寻人启示的是谁呢 叫杨秀廷 是王淑梅的丈夫 家住沧州市南新村 当年是52岁 这杨秀廷啊 已经是退居二线了 他在退休之前呢 曾经担任过 沧州市郊区外贸局的副局长 他的妻子王淑梅也退休了 退休前是在沧州市的一家大型国有工厂里边担任质检科的科长 俩人工作都不错啊 这都算是铁饭碗 两个人呢 结婚二十多年了 不过说回来啊 别看啊 在一块生活二三十年了 但感情不是特别好 夫妻关系呢 一直也挺紧张的 但是 自从 妻子王淑梅失踪之后 人杨秀廷表现的可不错 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整天的到处吵啊 哎呀 淑梅啊 去哪了呀 二月二十五号 杨秀廷首先来到岳父家找人了 一进门啊 他就说 哎呀 这淑梅啊 一大早上就跟我办了两句嘴 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大气性啊 一赌气就走了 我当时呢 也没拿着当回事 后来左等右等 一直没回来 见不着人影 这大过年的 这都快把我急死了 他回来了吗 啊 他家来了吗 一听这话 娘家人一看 哎呦 这可了不得了 大过年的 人丢了 这怎么办呢 赶紧找吧 你去东街 我去西街啊 东西南北 都派人出去了 可是啊 大伙反馈回来的消息 都是什么呀 没见着人呢 给杨秀婷急的呀 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批的啪哒哒的 可就掉下来了 他呀 在那一边哭 一边在那揪着头发 给他后悔的呀 哎 都怨我呀 啊 当时 我 哎 你说当时我 我要是少说两句 不就没事了吗 他这难过的样子 让娘家人也不好 再说什么了 你看 人这多着急啊 啊 俩人的孩子呢 因为一直不跟自己住啊 所以也不知道这事 直到快元宵节的时候 他们的儿子打电话 说要接母亲呢 到自己家里边 过元宵节 杨秀婷一看 没办法了 只能告诉儿子 你妈呀 从家里边走了 走时候呢 拿了两千块钱 为了找你妈呀 我也到报社 去登寻人启事了 我也在电台 做寻人广告了 我天天是早出晚归的 我骑着自行车 在大街小巷 哪儿哪儿都转悠 张贴了好多的寻人启事 我还找派出所了呢 可是啊 到现在都没找着 这十多天过去了 你妈也没回来 随后啊 杨秀婷又拿出了几千块钱的积蓄啊 别看夫妻俩工作都不错 但那时候工资也没多高 几千块钱 这还真是一笔大钱了 他们呢 就找到了杨秀婷的小舅子 叫王涛 就让这些亲友们呢 拿着这笔钱出去找媳妇去 这算是找王淑梅的经费了 他自己呢 还专门买火车票 去了一趟东北 可是 还是没有王淑梅的消息 3月27号 小舅子王涛 怕姐夫太伤心了 专门呢 上家里边去看看去 一见着王涛 杨秀婷还没说话 那眼泪刷就又流下来了 涛啊 你姐到现在还没音信呢 连人家派出所都说不好找了 看来啊 恐怕是回不来了 听姐夫这么一说 王涛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这自己的亲姐姐呀 一转身就走进卫生间 因为鼻子呢 也有点发酸 也想着流眼泪 赶紧吧 用凉水洗把脸吧 他呢 一拿香皂 这香皂一滑 就掉到地上了 掉到地上赶紧捡吧 就在他捡起来香皂 弯着腰准备起身的时候 这目光啊 无意之中 就看见一个白色的唐瓷脸盆 底部边缘 有三粒高亮米粒大小的暗红色的斑点 这盆啊 是纯白色的唐瓷盆 稍微上点年纪的 像我这样啊 三十来岁的 应该都见过 那么这白盆底下 要是沾着几个红点 那是很乍眼的 仔细这么一瞅 就是那小血点子 这分明就是血迹 他心里边哐哐一下子 哪来的血呀 再往四周这么一看 墙角啊 有那种暖气管 暖气管后边有着更明显的血迹 王涛这时候心里边 已经有了一点想法了 他呢 假装着很镇定 走出卫生间 跟这杨秀婷呢 敷衍了几句 哎 姐夫 没事 别着急啊 实在找不着 咱们也没办法 这么着 我呢 就先回去了 你保重啊 敷衍几句之后就出门了 出来之后可没回家 直奔苍州市公安局运河分局刑警三中队 4月1号的时候 刑警啊 把杨秀婷就叫到了刑警队了 按理说这王涛3月27号 他可就报了警了 怎么到4月1号 民警才把杨秀婷给叫过来呢 这中间呢 间隔了整整四天呢 其实啊 这杨秀婷啊 跟大伙说又去广州了 又不在家了 去广州干嘛 找媳妇去了呀 把这杨秀婷 一叫到刑警队 在铁证面前 杨秀婷一看 得了吧 再瞒也瞒不住了 于是交代了杀妻的经过 他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子呢 咱们得从头说说他们的婚姻生活 1976年 那时候的杨秀婷还当着兵呢 在陕西宝基服役呢 他呢 回苍州老家探亲的时候 就经人介绍 认识了王淑梅 那个年代 说在老家里边啊 到了十八九了 二十来岁了 那就该介绍媳妇了 该准备结婚了 那时候杨秀婷都二十六了 这在老家 那算是大龄男青年了啊 虽然是部队干部 长得也挺年轻帅气 可是呢 家境比较贫寒 家里边穷 文凭呢 也比较低 之前谈了几个对象 也都没成 跟王淑梅认识之后啊 其实杨秀婷呢 没那么满意 为什么呀 王淑梅个子不高 长得呢 也一般 不过呀 王淑梅有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工作庭体面 正式工作 文凭呢 也还不错 是中专文凭 别看中专 放到现在什么都不是啊 可是在那个年代 这算是高学历了 杨秀婷呢 也就动心了 王淑梅呀 也因为是年纪比较大了 那时候算是大龄 女圣青年啊 看杨秀婷 人还不错 长得也挺好 又是解放军叔叔 人在部队里边 人还是干部呢 那行吧 也对他呢 也有意了 就这么着 俩人来往不久 就结成夫妻了 1982年 杨秀婷啊 就转业了 分配到了 苍州市外贸局工作 俩人之前呢 就跟牛郎之女似的 这一年 你也不一定能见得上一面 但是现在那行了呀 俩人终于能够在一起 踏踏实实的生活了呀 可想是这么想 真到了现实之中啊 那是另一种情况 不在一块 那还无所谓 在一起之后 长天的就是吵吵闹闹 杨秀婷家在农村 家里边经济条件不好 分家的时候呢 也没分到什么家产 但是杨秀婷啊 还是个孝子 甭管说小两口日子过得多紧吧 家里边但凡有什么事 他得掏钱 得鼎力相助 久而久之的 王淑梅呢 就极力反对 王淑梅就认为 当年分家的时候 既然没给你分什么东西 那你就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杨秀婷一开始啊 也懒得跟他吵 后来呢 也没办法了 得了吧 暗度陈仓吧 偷着给呗 不久之后 王淑梅可就发现了 我说杨秀婷 我和你整天的过穷日子 我算是倒了大霉了啊 你不过自个这日子 你还胳膊肘往外拐 我要是跟先前那个对象就好了 你看看人家多有能力啊 工作体面 职务也不错 当时啊 我真是一念之差 我怎么就嫁给你了呢 男人哪 最怕听这个啊 你哪怕说我 你工作不思进取 是吧 你怎么能这样啊 你要跟我道歉 你要跪搓衣板 跪榴脸 那这都行 就是别比 你可不如我之前那对象 别说男的怕这个 女的也怕这个 夫妻婚姻生活之间 你不能提之前那些 陈芝麻烂骨子的事 你这家伙 拿现任丈夫跟前男友比 这不日子不过了吗 杨秀婷一听 行啊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过了 咱们就离婚 杨秀婷到这个时候 也不甘示弱 于是孩子还刚上小学的时候 他们呢 就去法院闹离婚去了 只不过呀 那个年代呢 法院也不愿意让夫妻两口子离婚 经过调解 俩人呢 就没离城 从这开始 杨秀婷算是有了心病了 对这事啊 耿耿于怀 那时候他也发誓 我再也不和妻子王淑梅 一起抛头露面了 这时候呢 杨秀婷又当上了 苍州市郊区外贸局的副局长 当了官了 杨秀婷就认为自己啊 有了资本了 我终于不用受这窝囊气了 就跟王淑梅说 离婚 这回王叔没死活不离了呀 哎 我告诉你杨秀婷 嫌我老 嫌我长得难看 你就想离婚呢 离了婚 你去找个年轻漂亮的是吧 我告诉你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媳妇这话呀 给杨秀婷气的都不行了 他心里边恨的是牙根痒痒啊 我这辈子啊 我又是军官 我现在又是局长的 我怎么 我这么一个豪鸟 我就关了 他这么一破笼子里边了呢 我呀 我要突破枷锁啊 就开始找借口 把一些女人往家里边带 他是故意的用这个来折磨妻子 很快杨秀婷就认识了一个饭店的女服务员 就认这个女服务员呢 当干闺女 前些年呢 网络上不是有说着玩的吗 对吧 最怕的就是自个儿的丈夫给人当干爹 你看这就是干爹干闺女 并且呢 杨秀婷还大大咧咧的把这干闺女领回家 跟王淑梅见面 这脾气火爆的王淑梅 能忍得了这个呀 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 王淑梅 等这干闺女一走 跟杨秀婷可就没完了呗 我说杨秀婷 什么干闺女啊 你也不怕别人说闲话啊 其实啊 这干闺女还没走的时候 这王淑梅就已经特别不满了 当着杨秀婷的面 还给了她几句呢 并且还把这干闺女啊 撵出家门了 这一下子更惹恼杨秀婷了 你把她撵出去就得了 走了之后 你还跟我在这儿激起歪歪 甩出手来 啪啪 给了王淑梅两个大嘴巴 杨秀婷当过兵啊 大老爷们啊 这打王淑梅 那不手拿把钻吗 这两巴掌把王淑梅打得是晕头转向 嘴角啊 那血唰就流出来了 王淑梅一看好啊 你打我嘴巴啊 还把我这嘴皮子给弄破了 我跟你拼命就扑上去了 可没想到杨秀婷撞啊 一把拎起她来 咣当往地板上这么一摔 王淑梅嗷啰一声就昏倒在地上了 有这么一回之后 可以说是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成了 王淑梅也是真怕了 虽然知道丈夫不检点 但是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再有矛盾啊 他再打我 我还活不活了 有时候啊 看见杨秀婷 领着干闺女们到家吃饭 那也没办法 人来吃饭了 那就做呗 你看 我家那口子成了这姑娘的干爹了 那我不也干妈吗 干妈就伺候伺候干闺女吧 做完饭之后啊 自己呢就躲到屋里去 有一回 王淑梅下班一回家一开开门 这回啊 家里不光有杨秀婷 还有一女的 那女的呢 还不是干闺女 是一开悟厅的女人 俩人呢 在卧室里边正乱搞呢 这算是被妻子捉奸在床啊 撞见之后 照理说你杨秀婷 你得很不好意思 哎呀 不是你想的这样子啊 你误会了啊 杨秀婷不来这个啊 一点也不羞耻 反而还责怪王淑梅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识趣啊 啊 有眼没眼呢 耽误我们的好事 给王淑梅气的呀 当时就要拿起电话 打110报警 杨秀婷一看 要报警 这要报了警 这传出去 我可就没脸做人了 我这副局长 我还干不干呢 是又气又恼 争夺之中啊 竟然把妻子王淑梅的那小手指 一下子就给拧断了 就剩下一层皮在那连着呢 大伙想想食指连心啊 王淑梅疼的呀 差点没晕过去 再一次遭受到丈夫的虐待之后 王淑梅的身心啊 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其实家里边还不光是 杨秀婷和王淑梅两口子呀 他们还有一儿子呢 儿子已经上中学了 叫杨威 杨威呀 就眼瞅着自己的爸爸 这么残忍的对待自己的妈妈 就壮起胆子 就劝爸爸 爸 你对我妈好点 没想到杨秀婷张嘴就说 你别劝我啊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妈 我迟早得跟她离婚 爸 你可以不喜欢我妈 你可以和她离婚 但你不能往家领女人呢 你更不能打她呀 杨威 你知道我为什么往家领女人吗 你妈是个性冷淡 我跟她没法过来 听到父亲这么一说 杨威中学生人什么也都懂了 给她掖的根搂根搂的 她说不出话来了 1998年的时候 苍州市啊 实行机构改革 郊区外贸局呢 被撤销了 杨秀婷也就被免职了 再加上杨秀婷生活作风不好 性格呢 还比较孤僻 大家呢 也都不喜欢她 所以啊 让她领了一笔补贴之后 就算是退居二线了 跟下岗差不多了 这一下子 给杨秀婷可就整懵了 她这心态就更扭曲了 脾气也更暴躁了 王淑梅可就成了她的出气筒了 杨秀婷自从下岗之后 整天的无所事事 我干点什么呀 我得挣钱呢 她就开始炒股 为了炒股方便 专门买了电脑 还请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住到家里边给他帮忙 其实啊 这小伙子并不是在外边 找的什么员工是吧 什么助理啊 就是他情妇的儿子 那个情妇 就是让王淑梅撞见的 那个舞厅女老板 杨秀婷曾经多次的 跟王淑梅就说 离了婚呢 我就跟他结婚啊 我为了讨好他儿子 我就是为了让他知道我离婚的决心 我就得跟你离婚 杨秀婷在家里边是不停的对王淑梅啊 罚号施令啊 什么也不避讳着 什么话都敢跟王淑梅说 还让王淑梅啊 整天的给自己情妇的儿子 做饭 洗衣服 有一回呢 那小伙子呀 没烟抽了 杨秀婷就让王淑梅 你下楼去 买块烟去 王淑梅也生气呀 我不去 我腿疼 脑袋晕 你去不去 去不去 我不去 你不去 抡起巴掌 又是几个大嘴巴 你不是腿疼 头晕吗 行 从今天开始 你哪儿也不能去 没事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坐着 不许乱动 不许说话 这杨秀婷还真是说到做到 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都不让妻子下楼来 别说出门不行啊 要是不经请示 你敢在屋子里边走动一步 轻的那就是骂你一顿 重的那就是拳打脚踢 没事王淑梅呢 不能动 你就只能坐在床上 杨秀婷啊 还给这个活动起了个名字 就是你坐床上低头自过去 到了1999年夏天 杨威呢 人也读大学了 到暑假的时候啊 放假回来 就看自己的妈妈 怎么身上长了那么多褥窗啊 怎么就一直坐在床上 也不动婚呢 儿子心疼母亲呢 就劝他妈 你早点跟我爸离婚吧 这日子怎么过呀 思来想去 王淑梅这回是同意了 他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得要一套房子 因为离婚之后得有个住处啊 一开始听王淑梅一说要离婚 杨秀婷啊 乐得都不行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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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再一听 怎么着 还要房子 我告诉你 王淑梅 家产都是我挣的 你什么都要不了 离婚之后 空手滚蛋 随你去哪 王淑梅气的呀 他跟杨秀婷说了 杨秀婷 不给房子 我就不离婚 你休想霸占房子 还赶我走 除非我死了 你才能办得到 照理说杨秀婷这时候 你不得有点悔恨之意啊 我是不是做得太过了 可杨秀婷听到这句话之后 哎 对啊 他提醒我了哈 是啊 他死了 我不就没事了吗 2001年6月 杨威呢 也大学毕业了 被分配到了 苍州市的一个中学 当老师去了 01年年底啊 就准备结婚 王淑梅呢 也不顾杨秀婷的反对 把他们已经租出去的旧房子 就收回来了 准备给儿子做新房 可杨秀婷啊 总认为儿子向着妈妈 那所以对儿子呢 也不好 结就结呗 反正我不掏钱 是一分钱也不掏 就像个旁观者似的 躲一边去了 儿子结婚之后 把王淑梅啊 就接到自己家里去住去了 可没想到 没到俩月呢 杨秀婷又闹上门了 嫌儿子跟媳妇啊 对他不管不顾 02年春节 出于对父亲的孝心 这杨威夫妻俩呢 陪着母亲王淑梅 回到父亲身边 跟他一块过年 跟他一块过年 可没想到 在吃团圆饭的时候 杨秀婷又说话了 那什么 你们呢 把你们住的那房子退出来 你们自己到外边租房住去 杨威一看这时 亲爹嘛 怎么这么绝情啊 他呢 就跟这个杨秀婷就说了 爸 除了前个女人 在你眼里 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是吧 房子也有我妈一份 凭什么就你一个人的呀 杨秀婷一看你小兔崽子 你敢跟你老子这么说话 俩人呢 就大闹了一场 杨秀婷啊 后来就把这一切 都归咎于妻子身上 就为什么儿子不喜欢我 都是你在背后教唆的 杨秀婷 这时候已经下定决心 要除掉妻子 他呀 看见这一天王淑梅 在家里边切肉 给他包饺子呢 杨秀婷假模假式的啊 假装关心的就说 淑梅啊 这刀太炖了 我把这刀啊 拿外边去 磨快点 当时王淑梅也挺惊讶 好几十年了 没这么客气过啊 他呢 还真把这刀 拿到外边花钱 磨得是飞快飞快的 二月二十二号 正月十一那天 杨秀婷一大早啊 就跟王淑梅 去找茬去了 他说了 我得去杨威家里边 把杨威他们赶出去 王淑梅一听就火了 夫妻俩呢 为此又吵了一天 这一整天呢 杨秀婷就跟野兽似的啊 跟大狼狗似的 死死的就在那 瞪着妻子王淑梅 晚上吃过饭之后 突然换了一副嘴脸 哎 有笑模样了 他呢 就跟王淑梅说 淑梅啊 我在卫生间里边 准备好洗澡水了 你去洗澡吧 王淑梅觉得 事出反常必有妖 没礼丈夫 就想进礼屋睡觉 这时候杨秀婷喘着粗气 就扑上来了 一把就把王淑梅抱起来了 使出全身的力气 把王淑梅头朝下 就摔在地板上了 随后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菜刀 闭着眼 在妻子头上一连砍了七八刀 直到王淑梅气绝身亡 当天晚上 他把王淑梅的尸体大卸八块 装在几个塑料袋里 又把自己家那口蒸馒头的大铝锅支起来了 在锅里烧开水 把妻子的尸块挨块的放进去煮熟了 怕白天呢 家里来人被撞见 他就选择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干 足足干了三个晚上才处理干净 干这些的时候 杨秀婷表现的非常震惊 白天仍然是若无其事的炒股 用那口大铝锅自己还蒸馒头吃呢 晚上累了躺床上就睡 可床底下还放着王淑梅的尸体呢 到了夜里啊 再起来 把这王淑梅的衣服 头颅和骨头 分别扔到了郊区的废水河里和废机井里 当时王淑梅的尸体处理的是一点都不剩了 他这才如释重负 之后呢就假模假式的开始了自己的寻期之旅 是又贴寻人启示又登寻人广告的 最终杨秀婷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立即执行 我再次进行 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